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告白 今天的第一位告白嘉宾 是一位26岁的温州富二代 她带着一千万现金来到现场 要向追求了三年的女孩告白 这个神秘的女孩会来到现场 接手黄海斌特殊的告白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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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好 主持人好 我叫黄海斌 今年26岁来自浙江温州 今天我带着一份承诺 向一个女孩子告白 谢谢 箱子交给我吧 好 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都是钱 什么 这里有一千万现金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些是在后台 哇 我今天不是过来炫风 炫富的 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的长相很朴实 我一点都不觉得她长相是来炫富的 但是她的这个 这个都像是来炫富的 哦 有点张仰哦 小队 你来自浙江温州 我来自浙江杭州 主持人 你能帮我 我的 验证一下 是不是真的钱 真的 嗯 看一下 那 你打开吧 虽然咱也见过这么多钱 但是在舞台上第一次 是 我见证了 是一部分 我希望她今天能来 我想好 我有好多话要告诉她 我今天终于做到了 能不能答应 在一起 那你赚的一千万 你直接提着这一千万去 现在告白就可以了 到我们这来干吗 嗯 我也想过 之前 而且你到这来很有风险 大家就会认为你是炫富啊 因为我想过很多方式 跟她单面告白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不够正式 我知道完美告白 是一个很正式 而且很真实的一个节目 我选择她 就是想给她一个正式的 最隆重的一个告白 我要告诉她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 网络上次 那个小伙子了 说给我们听一下 你怎么认识她的 三年前 一次机会上碰到 一个女孩子 她呢 长得特别文静 我对她特别好感 你知道她每次见到我 都是怎么说的吗 她见面见面的时候 她说 嘿 死胖子 小短腿 小短腿 死胖子 吃胖了没有啊 她虽然这话 有点带那种 有点羞辱 但是我觉得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 多见 后来发现她性格 大大咧咧的 我就 想追她 然后追了好久好久 一直都是被拒绝的 你怎么向她发起公事的呢 比如她要喜欢包的话 我不会买包给她 反正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女生是什么反应 她都回去 都回去 一个都没有 都挺意外的 就不知道怎么追她 对 有一天她烦了 她说 你有什么本事的 你什么都靠家里 你有本事的话 就自己去挣钱 就自己去挣钱 养家 那你去挣一千万过来吧 当你挣到一千万的时候 再过来 看我能不能答应你 当时我就站在她家门口 好久好久 我感觉她应该对我有好感 就是不答应 后来我想了 我得改变我自己 我要振作起来 我一定要挣够这一千万 假如没到一千万 我绝对不会来找她 我一直在想的 会不会她是不喜欢你 再给你一个这样的男孩 不想让你 就婉转地拒绝你 我觉得很简单 金钱买不来爱情 你认为这女孩 是冲着钱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只是对她一种考验 就算有再多考验 我也可以看不清楚 因为当初呢 这个两年前说的这番话呢 已经是拒绝了 只是找一个很好的 不会伤她心的话 再拒绝她 给她一个跨不过的那个坎 没有想到这个坎 她竟然跨过了 我觉得那个女孩 还会再设另外一个坎 希望你的女朋友 不像她那么狠 我觉得她 想让我挣这一千万 不是因为这钱 她是想让我改变 想让我成为一个 丹丹的 有负责任的男人 那你以前不担当 我以前说实话 家里条件还可以 就是有所好闲呢 就不务正业 你以前怎么不务正业的 我就想进不务正业的事 富二代追求女神 被女孩拒绝 并赌气说 如果男孩能赚到一千万 才有可能答应她 男孩认为 这是女孩给她的考验 现在赚够了钱 想要再次向女孩告白 我认为 这是女孩给这个男孩 设得一道砍 用这种 不会令人伤心的方式拒绝 女孩会接受男孩的告白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觉得钱来得好容易 就是父母 我假如这个一个月没钱了 他们就给我 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每到这个时刻 我不用跟家里要钱 自然就卡里有钱了 哦 就父母对我真的是 特别宠爱 那你怎么赚到他所说的一千万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北京 父母买了一栋别墅 那栋别墅呢 看我在北京 就以我的名义写的 然后 我看这个房子写闲置人 我就偷偷摸摸的 拿这个版本 去银行抵押了 几百万 我以为你好大的本质啊 你原来是卖了父母给你的房子 但是 我也是有风险的 几百万 将近四百万 五百万 抵押了 我刚开始 收到一些 小道消息去炒股票 然后就 盲目的去炒 套得死死的 亏了好多 亏了多少 亏了三百多万 亏了三百多万 亏了一大半 我发现炒股票 并没有人想象的中 赚钱来的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提醒大家 不是谁 都有这样的运气 还要靠自己的踏踏实实 央长弊短 后来 我很荣幸地加入了一个团队 他们是专门开发手机软件的一些朋友 我就拿四百万赞助他们去 经过一年时间 给我赠回了一千万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人 她的能力一开始是有预判的 为什么在两年的时间让她赚一千万 而你真正地完成了 说明这个女孩对你是有一个了解和认知的 她觉得你可以 而之前你所做的一些事情 只是让她觉得你是靠自己的父母 自己没有踏实地去努力 所以今天你带着这个非常好的结果来了 所以这个女孩子 理所应当答应你 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我们90后女孩不是没碰到过富二代 不是没碰到过有钱人 但是往往能像你这么坚持着执着下去 为这个爱情去努力的男人很少 我觉得很敬佩 谢谢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如果可以说的话 说啊 大不了减掉 行 我就冒昧的激动一次啊 这一千万 如果你能捐给我们完美告白 为所有的到这儿来需要资助的人 捐给他们 我相信你还有能力再赚两千万 然后我们再赚 我们所有的人感谢你 然后支持你 大家起立 鼓掌 真正的狠角色在这儿 不过说句实在话 我早就想到这一招了 我会捐助一些钱过来 我这样说啊 有能力的人 用自己的财产 或者是经济实力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是很值得赞美的事 但是我认为 我们不能够在舞台上进行道德绑架 你会做到的 三年前 沉溺在颓废生活中的富二代黄海滨 认识了一个特别的女孩 女孩提出 让黄海滨通过自己的努力 挣到一千万之后再来找她 三年后的今天 黄海滨带着一千万来到现场 要向亲爱的女孩兑现三年前的承诺 那么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在三年前提出这个特别的要求 在黄海滨实现了一千万的承诺之后 这个女孩会来到现场接受她的告白吗 你与所谓的一些富二代的区别之处就在于 虽然我们说你没有白手起家 你依然是借助了自己家族的力量 但是从你刚才的语言当中 我们可以听出来 你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反省 而且虽然你这一千万来得比较轻松 也不是自己的本钱 但是你是付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自己的一些商业眼光的 今天你爸妈也来了 嗯 来了 来 我们来跟你爸妈聊聊 问一下黄爸爸 您对这个儿子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她很孝顺 她很乖的 妈妈贵姓 妈妈姓姜 姜姜姜姜姜姜 姜姜姜姜姜 把你们家别墅拿出去抵押 这事你不知道吧 刚开始不知道 如果她这次生意做赔了 你还会来吗 那也没办法嘛 我只有一个儿子 也有为她支持嘛 您对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啊 儿媳妇我也有进过一次 也长得蛮乖 也蛮漂亮 我一家人很习惯 你已经认可了是吧 我认可了 谢谢你们 在第二现场为孩子鼓劲 谢谢你们 为儿子加油 好善良的父母啊 一点看不出家里很有钱 你看穿着各个方面都挺朴素的嘛 不像这哥们还来一条爱马仕啊 要学学父母要低调 男孩说 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买了别墅 炒股亏了不少钱 最后投资了一个软件团队 赚了一些钱 男孩的父母也非常喜欢女孩 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我认为这个女孩对她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对男孩的能力也是有一定的判断的 男孩之前做的事让她觉得男孩只会靠父母 祝你今天求婚成功 谢谢 谢谢朱老师 来请站到 把钱拿着我别动啊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她如果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假如她今天不来 我希望她能看到我已经改变了 你还会继续追吗 追 如果她今天来了 说你这一千万来得太容易了 不是靠自己的真实本事赚 那怎么办 这千万来得不容易 虽然我讲得很容易 但中间我付出很多 第三 如果这女生来了之后说 根本就忘记我说过什么一千万 我随口说说的 就算随口说说 我也愿意完成她的任务 她凡是提出所有要求 我都会去满足她 去为她实现 为她改变 成为她理想过的男人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考验你 假如这个女生说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怎么办 但是她真的不可能 因为她相信过几次啊 她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都了解的 因为她身边还有我一些眼线 但是无论如何 就从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和你的眼神 我觉得凭她这种性格 她可能真的还会祝福你 这点我相信 接下来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三 二 一 三 二 实在话 当年说 那你要挣一千万 是赌气说的 还是真的是有意而为之呢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 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他每天开着好车 住着豪宅 想着今天去这里玩 明天去那里吃好吃的 他当时我也知道 他在北京有一个乐队 叫三维宇 但他更多的 只是当成一种副业吧 认识他之后 他说没有见过 像我一样特别的女生 当时我坐在KTV里 他说明明 我没有见过 比你更漂亮的女生了 我说你当时 只是看上我的外貌而已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后来他穷追不舍 我有点烦了 我的性格也比较急 我就跟他说 你走吧 我不需要一个 没有事业的男人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学会丹丹 用你自己的双脚 能够站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再来找我 就当你赠到一千万的时候 做一个证明吧 当初你向他提出 一千万要求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 觉得他压根就达不到 那是一种拒绝的方式 多少是有这样的成分 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认为 他是有这样的能力 是的 因为我后来接触过来 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 很有责任性的男人 我只是希望他 能够学会丹丹 他的肩膀有一天 能够让我放心地依靠 让我觉得 这个男人 就算脱离了家里人 也能够承担起 一个家庭的责任 值得我托付终身 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家境怎么样 我家境还可以 跟他差不多吗 比他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你眼光不错 你知道那些妖精一样的女人 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 又长得漂亮 又贤妻良母 小小年纪 这个 很有一种 这种贤惠的特质 而且又持家的概念 很大家闺秀的感觉 其实我也是靠感觉来的 你感觉蛮好的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那张嘴 和你的一颗赤子之心了 我告诉你 你前面 像一百米 跑了前面九十米 最后还有十米 留在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感谢你对我们舞台的信任 但是这十米 很重要 接下来是黄海斌的告白时间 小米 你今天能来 我很高兴 这个是你当年的 要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都做到了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前而来的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改变 想让我变得 像个男人的样子 有事业感 可以照顾你 可以照顾你家人 可以照顾我们的未来 你能接受这笔钱吗 你能愿意做他们主人吗 如果我当年要你真的一千万 是开玩笑的 你会怎么办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很在乎 我知道你那伙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也对我有好感 就算 当年是个玩笑 我也愿意为你 是一切耳朵的时候 有一千万分钟 就是kek黄海斌的 是阳化 优优独播… 是日子 有阳人的 有人牙断 我都没了 你是俄 我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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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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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